第三位在中間 謝謝 接著又加上契巴 有啊 很不捨得 就是覺得 又我很記得第一集 那晚播出街 我很緊張的心情到現在 剩下五集 很快就可以了 我當然不捨得 我的劇情這麼好 這麼多美女 尤其是Yoyo 陪著我 這些吹噓的說話 你喜歡聽嘛 陪了我二十集 很想下次再做多次 情女友 是不是真心的 還是我也是我的前師 不是 你想想吧 你在公司 你跟哪個partner最好 最有火花 當然是郎子仁 就是就是了 你只想我這麼說 就是了 就是 看中間的線條 尋尋命迫 我們由決策男女 十四年前尋尋命迫 都未找到的CP 但是 想不到最後 原來是Yoyo 什麼叫想不到 認識了這麼多型 兜兜轉轉 你過一幕真是很大感觸 見到女兒突然間 變音變長 真的 其實只有我 我想觀眾是不會有這個感覺 是我忽然之間 見到女兒 我就想起自己 我女兒 這麼大個 我真是想眼裡都流出來 原來我真是捨不得她大個 所以我經常都說 不要快鼓掌大 正常就可以了 不要快鼓掌大 即是不要 爸爸 我出去了 然後你說 女兒你去哪兒 又去哪兒 不過現在今集開始 第五集開始 我覺得是 我自己都期待 因為我第一次試 一個比較 你是不是要化老妝 化老妝 化老妝 你先說 不過很有趣 我們個個都老了 麗樂月就年輕了 為甚麼呢 因為她遊歷 玩 我就有病 又不停做事 白頭髮都多幾條 最後那五集 就是變成老夫少妻 老夫少妻 我為甚麼呢 我絕對認同你的 為甚麼你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她還保持美好的身材 你採陰保養 當然 你採陰保養 採陰保養 其實因為 後來講到她身體 有些問題 那怎樣採陰保養 我心想要你採陰保養 不是 所以她身體機能變差了 當然她 你別想什麼 你身體機能差 你身體機能差 真是神歸 那些 你越講越 不要把劇情都說出來 不要開玩笑 電影 真人迷 不是 不是 她身體方面 會比較壞她的髮型 所以她是 沒有想 所以她會有點髮髮 但是 在我身體 四十幾 五十歲 當然 多少時候 四十幾 其實我們應該是 四十幾歲 不是 四十幾歲 其實四十幾 就像我原來這樣 都還可以 誰說 我不是有一個對白的 所以我沒有特地去化一些很老的妝 所以可能在衣著方面 會成熟一點 那我就覺得已經OK了 不用又說 不是 髮型上是有改變的 髮型上少許改變 是成熟了少許的感覺 OK 你憑這套劇 厲害了我的程度 什麼厲害了 什麼 身價 還有什麼直播大科 合作 是嗎 直播大科 我一直在做 不是 不是 我跟誰合作 我跟誰合作 是不是很 幫忙 是嗎 是不是之前的事 不是 最近 我真的不知道 是嗎 我也是在做我自己直播的事 或者大家可以問問我跳舞的場合 都可以 對 你想說直播 大家可以問問我跳舞的場合 很特別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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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看到你快了一小時 我覺得是OK的 可以說一下裡面的趣事 其實記得泳池 什麼 泳池 你記得泳池 沒有內涵 但是很有內涵 很有內涵 很有內涵 沒有泳池 沒有泳池 說一下 沒有泳池 沒有泳池 我長長都有看 不要跳舞到Session 不要泳池 不要泳池 你先說跳舞 你不要這樣 其實那裡有些話想說 後來他才跟我說 原來他也在支持我 我直接在現場看 我不知道你在這裡 因為那一場是怎樣 很多人都問我 你之前是不是有排舞 你之前是不是有練習過 每個人都說拍出來很有美感 但其實我想說 其實那一場戲 也是一場我很難忘的戲 雖然之前 我有幾天 我特意去做排舞 但是 因為那個場景 轉了去我家 所以基本上 他又要在走廊 他的位置全部不同了 要在走廊跳出來 有地下怎樣 有梳化怎樣 那時候沒有學過 所以當日是 職場老師 職場教 職場學 職場跳 然後大家 是非常趕著下班的狀態 所以當時我是 真的 出盡點耐力去 去記 去跳 去做 所以其實那場對我來說 都頗特別 我自己是頗深刻的一場戲 不是大家看到 是不是排過了 練過了 全部都是職場 在兩三小時之內 職場去做的一件事 即是有天分嗎 不是 即是 即是很聰明 即是很聰明 即是想告訴大家 那場戲其實是這樣排出來的 哦 講到泳池邊 沒有任何特別的意思 講到泳池邊 那晚泳池邊 我不是在拍場 那晚泳池邊 我想說那晚泳池邊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惡言 其實我們拍完之後 我沒有看拍攝 當然 大家看我沒濕水之前 其實都是正正常常 為什麼濕水了 突然這樣 我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歹離 我那天看了那個鏡頭 我也想說過 你自己是嚇到嗎 我自己也有點嚇到 不是 因為我其實沒有看拍攝 說真的,那一齣我本來就這麼顯示 我也不知道是這樣 還有,我不知道他有把那個鏡頭剪下去 就是這樣剪下去,我也不知道 所以那一幕我也有一點點是… 那你是代言人來的嘛 代言而已 他每次過隧道都見到你 不是,是同一生發眾而已 你的胸大比我的 你們發表一下吧 我發表什麼? 我都不說了,這些 我退出了這界別的了 I know,你戲裏不是說過 有時都想放下自己的身份 你現實中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類似的? 就是放下媽媽,或者放下陳志祥? 陳志祥的身份沒有想放下 有啊,其實那句話我都覺得幾感觸的 我覺得對於很多女性來說 我覺得她們都會有一刻很累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想法 所以張明森在說我要放縱之前 她就跟金城君說了這句話 我不是想找人做人生 我不是想拍拖 我只是想放下我所有的包袱 和身份 這樣 我覺得這件事 我自己作為女性 我其實都幾有共鳴 我自己都覺得幾有共鳴 因為真的有時 可能不作為女性 尤其是現代的女性 可能又要工作 又要求小朋友 又要照顧家庭 其實都真的很辛苦 有時可能真的 有時會直接沒有了自己 不會 長期這樣其實是會沒有了自己 所以有時女性都會很想那一刻 我想放下所有的包袱 做回我自己 那你自己怎麼解決 我自己怎麼解決 沒有解決的 我就不會放縱 記情都不會放縱 記情在我戲裡面 當放縱了 都沒有 沒有 我就是用其他方法 或者是投入我的工作 投入工作 你跟我拍的時候 就當放縱了 行不行 沒有想 如果不是拍這些戲的時候 我其他工作我都會是 這些戲 談情算外 不是經常有談情算外 又或者不是經常遇到一個很好的對手 我就是想你說這句 你喜歡 我只是想我說 人家在嘔心 嘔心 不如我們就這樣說你投入工作 什麼 投入工作 對 他自己在說 我就是既情投入工作 不如我就這樣 好 好 有指日 有指日 之前那場戲有些人在稱讚你 你拍得很好 我們拍戲 裸視帝 裸視帝 你自己怎樣看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只是練頭而已 只是練頭 因為之後公司還有很多 很出色的劇 和出色的男演員 我覺得 今次其實我已經得到我 想得到的東西了 這個獎項 想要 但是 隨緣 因為年尾的對手上太強了 好像阿摩 長哥那些都陸續出來 我覺得有機會 都挺開心 我覺得 不要緊 你在觀眾心目中 有這個認齊 已經很好 因為其實 我這麼多人的電視劇 真是第一次 聽到這麼多 認可的聲音 這個是我覺得 是今套劇最大的得著 還有 終於有人肯 給我一個機會 突破 不是那些 怎樣說比較 陽光難難 可以做一些 層次比較深一點 憂鬱一點的角色 阿姨有沒有看的 有沒有追的 有 沒有看的 因為她現在開《黑色月光文》 我也是看了頭的兩集給她看 還有她應該在各大平台 有看到某一段片 不過那段片 從… 有沒有看 有沒有有一段 阿姨公心計 和我公心計 你們有沒有看過 新片 笑死 新片來的 新片來的 剪接 穿越時空 她跟阿敏的親熱戲 她跟我的親熱戲 她跟我的親熱戲 然後楊兒就是公心計 裡面的 很恐怖的表情 你還不死 是不是你夢境 不是我夢境 然後有一場 那時候公心計 我是她的痺女 最後有一場 我是出賣她 然後她說 我要殺了你 你們沒有看過嗎 沒有 沒有 那個好笑 那個好笑 剛巧也是我 她真的跟我說 所以笑死了 你很過癱 看完之後 這段影片 我不敢掃除你 你不敢掃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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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掃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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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掃一個適當的時機 讓大家開心